这些年里你的情感账户还好吗 是谁在努力处置 谁在不断支取 打过的借条 欠下的承诺还还清吗 请你讨论选出一个欠债轨 让他当场兑换充值 太深奥了 哎 我给你解读一下 我觉得呢 差不多意思就是 为了 这个婚姻里面 总要有付出 和有存款的 有取款的 因为他一直都想出去工作 应该还是我吧 有觉得自己很好命吗 对很好命 就因为为什么很好命 是因为娶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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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吧 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吧 应该很多辈子吧 你上辈子服了两万个老奶奶过马路 所以你就是做好事情 然后你 就我是积很多功德 对 你就积很多功德 所以你就可能 福得两万个老奶奶 那才遇到你 对不对 真的 快 老公 说出你最真实的感受 真实感受就是这个想法很可笑 婚姻怎么可能是一个银行呢 如果你付出的时候 如果你付出的时候 你处置的时候肯定是想取款的时候利息 那就是个有限责任公司 就打板过日子 婚姻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太可悲了 就直接离了就完了 这种情况 我觉得他这个婚姻银行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一个比喻 他其实不是真真正的 像字面上的这么冰冷 两个人就在这个家庭里 放进去的爱和放进去的这个投入 是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 那是不是两个人幸福感都会差不多 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付出和支取 我们都非常主观 就很简单 那你说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算付出还是算支取 如果我自己 以我的喜好来决定 我肯定不来这个节目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这个东西我算 我是来付出 我觉得你高兴就好 这东西说不清它是付出 还是来支取 银行的东西就是属于大家 谁在里边能获利 谁在里边投资了 赔了赚了 这就是一个买的 我是不太接受这种语言 所以结论就是 你们这个问题很无聊 但是当然这种比义也没错 设计这个的制作团队 应该没有结过婚 或者她的婚姻不合理性 谁说的 人家婚姻可幸福了 人家那个婚姻可幸福了 就说明她银行非常好 人家小孩都特可爱 银行经营得非常好 我们今天就玩角色互换吧 在这个旅行里 你来照顾我行吗 行 你当我经纪人 你来照顾我行吗 好 你是心甘情愿的吗 空气凝固住了 那 你是心甘情愿的吗 艺术家 心甘情愿 我欠勤解答 我来还努力的 你要这个答案 我给你个答案 进入下一步吧 我们就不要提还债的事了 我们今天就把它当成一个约会吧 对 可以吧 约会策划人郑大帅 约会享受者苗翠华 怎么你是大帅 我是醉华啊 好吧 嫌这样吧 那欠债鬼肯定是我 日期 还债日期 今天 今天说到做到 最大面值的支票 没有更大 就是今天呢 无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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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就forever foreve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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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